本节课内容我们学习的是机器人的基础指令 机器人的动作需要添加不同的指令来执行不同的操作 机器人基础指令的不同会决定机器人的运动方式不同 机器人的指令需在视角和编辑模式下添加 在众多机器人指令里可以分为运动指令 信号处理指令以及流程控制指令 那么不同的指令又有什么区别呢 下面我们来详细介绍机器人基础指令的区别 三种分别为Mov-J指令 Mov-L指令以Mov-C指令 机器人在未规定采用何种轨迹运动时 使用关节插补 出于安全考虑 程序的第一个运动点应采用关节插补 1. 位置变量名 指定机器人的目标姿态 为视角点号 系统添加该指令默认为P信号 可以编辑P视角点序号 按数字键后 再按输入键进行确认输入 P信号范围为P0-P999 2. V速度 指定机器人的运动速度 这里的运动速度是指 与机器人设定的最大速度的百分比 取值范围为1%-100% 3. Z精度 指定机器人的精确到位情况 这里的精度表示精度等级 目前有0-4 5个等级 Z0表示精确到位 Z1-Z4表示直线过度 当执行MoveJ指令时 机器人以关节插补方式移动 2. MOV指令的精度等级Z0表示精确到位 Z1-4表示关节过度 3. MOV-J和MOV-J过度时 过度等级Z1-Z4是一样的效果 当MOV-J与非MOV-J MOV-L MOV-C之间进行过度时 过度等级Z1-Z4采取作用 Z值越大 过度半径越大 机器人的运行效率越高 当执行MOV-L指令时 机器人以直线插补方式移动 直线和圆弧之间 直线和直线之间都可以过度 Z值越大 到位精度越低 过度半径越大 机器人的运行效率越高 确定一个圆弧 需要连续三个点 少于三个点视觉和会提示报警信息 执行过程中 机器人把第一个MOV-C作为起始点 圆弧指令的视觉点选取上 应避免相邻两点距离太近 否则圆弧的轨迹精度将会下降 当圆弧的起点与上一条运动指令的目标点 不重合时 系统将以直线运动方式 从该目标点运动到圆弧起点 信号处理指令有五种 分别为DOUT指令 Wid指令 E-Lay指令 In指令 Pulse指令 DOUT指令是视觉器向机器人输出的信号指令 配合机器人手爪以及其他外部件的使用 该图展示的是机器人移动手抓抓取物体的流程 配合视觉器编辑的DOUT指令 控制机器人手爪加紧松开 Wid指令是视觉器向机器人输出的等待信号指令 可以配合机器人反馈发出的信号搭配使用 也可以验证视觉器向机器人发出的指令 机器人是否完成 该图是Wid指令的用法 即为验证机器人是否满足某输入端口状态 若满足条件则等待足够时间进行下一步 若不满足则不进行下一步 DELAY指令是指定机器人延时时间指令 运用在自动化工作站中 上下料前后加入DELAY指令 停止两至三秒 保证弓箭装架卸料的安全 根据实际运用情况 进行机器人的暂停 满足产线加工要求 并指令相当于开始技术指令 配合四种数值型变量的开始技术 变量号的范围为0至99 PAUSE指令为迈充指令 向中端发出一个信号 中端收到信号迈充后 可以进行反馈执行下一步操作 流程控制指令 流程控制指令有9种 有IF指令 ANDIF指令 LAP指令 JUM指令 JING指令 MAIN指令 N指令 CALL指令 RAP指令 IF指令 IF指令为条件判断初始指令 一般IF指令与NDIF指令配合使用 IF与NDIF指令之间 不能嵌套其他跳转指令 并且多个IF指令 只能配对最先出现的那个NDIF指令 图中则是两组IF指令与NDIF指令使用 当变量2E满足条件时 执行运动指令 MAIN指令 当变量2E满足条件时 执行运动指令 MAIN指令 不满足条件跳过IF指令 与NDIF指令之间的程序 LAB可以与JUM指令配合使用 也可以单独使用 标签号同一个程序中不能重复 否则会出现程序报错信息 JUM指令必须与LAB指令配合使用 否则找不到指定标签号 会出现程序报错信息 当执行JUM指令时 如果不指定条件 则直接跳转到指定标号 若指定条件 则需符合条件 才可跳转到指定标签号 若不符合条件 则直接运行下一条程序 图中是LAB指令与JUM指令跳转搭配使用 一般机器人需要重复到一个点位 或是要重复动作满足要求时可搭配使用 在一行程序前面 添加警号指令 则不执行该行程序 对已经被屏蔽的指令 再次添加警号进行屏蔽 就可以取消该指令的屏蔽 也叫反屏蔽 也可以直接删除警号指令取消屏蔽 Main指令与And指令 分别是程序的首行与尾行 创建程序时自动添加Main与And 程序运行到And指令 停止视觉或在线 如果有添加程序在And下方 不执行 Call指令为调用指令 调用其他子程序 也可也与If指令搭配使用 Rap指令是子程序返回主程序指令 Rap指令在被调用的子程序中出现 运行后将返回主程序 调用该子程序的位置 Job程序文件名称输入 需要先建立子程序文件 修改模式中光标移动 至Job按选择键 进入程序文件选择界面 选择键选择对应子程序文件 图中则是在主程序中 要用此程序运行 此程序中Rap指令 作为返回主程序的条件 算术运算指令有九种 Inc指令 Dec指令 Act指令 Sub指令 Mow指令 Div指令 Zec指令 Zec指令 Dec指令 Inc指令与Dec指令为配套指令 指令功能分别为在指定的操作数上 进行加一或者简一 图中是程序中算术运算指令的运用 在程序中 是程序中的变量的值进行增加减少 下列四种算术运算指令 为基础运算指令 Act指令 Sub指令 Mow指令 Div指令 分别为 加 减 乘 除 该程序中展示的是四种算术运算指令的用法 Act指令 把操作数E与操作数2相加 结果存入操作数1中 Sub指令 把操作数E减去操作数2 结果存入操作数1中 Mow指令 把操作数1与操作数2相乘 结果存入操作数1中 Div指令 把操作数1除以操作数2 结果存入操作数1中 Set指令 Set指令 Get指令可以通俗地认为是复值指令 将变量的值设置为固定数值 也可以是将为一量的数值指定复值 The Ap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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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